本的議題是撕裂社會 我覺得不是撕裂 根本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一個社會 我們香港最大的問題 差不多所有的基本概念都沒有共識 什麼叫做普選 普世的價值 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如果你是連什麼叫做普選 你都說不告訴你字 決定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因為你所有的基本概念 都沒有一個起點 那你怎樣去做呢 香港長久以來 為什麼我們爭取民主的成績這麼差呢 就是因為我們仍然處於一種 所謂partition politics 我們是用要求 你抗議都是強烈要求 都是希望別人去做的 其實真正要民主是你要參與的 我現在最抗拒 就是我們一個不公平的過程 無論你外面的人怎麼想都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去到立法會 公平組別 或者政府說我不理你 立刻沒有下文 如果到最終都是這樣的 那你討論來做什麼呢 原本法治就是令人不需要動武力 而可以得到一個和平的社會 任何的政府都不可以有無限的權力 所以我們的法治是司法獨立為中心 現在你就是淪落到以法治港 不是以法治港 是以警察的權力為中心 所以這個法治其實就已經變質了